在科技花市 不单只能够看到传统花位 还可以体验新潮科技 有商家带来了新的盘栽产品 可以科普植物种植知识 还将传统文化融合其中 我们带来一款可以种的沙化艺术 要简单理解就是说 我们把科普的植物科学 跟这个沙化艺术把它融合起来 就是让这个传统文化有新的生命 市民逛花市之余 还可以体验前缘科技 好像电子花位 智能聊天机器人 人工智能长期等 这些科技化场景 丰富了花市的创新性 有新颖 之前的营充花会有所区别 更有科技感 有一些交龙号 一些复兴号 甚至门口有个小白马的小孩子 看到都很激动 在展区内 还设置了很多动手体验区域 可以令小朋友丰富科学知识 科学兴趣的培养的角度 就是结合这个传统的话 是做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这样的话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 就是说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这一次的科技花市 展出面积近7000平方米 分有4个主题场馆 和超过10个展区 从1月20号开始 将持续展出到2月25号 广州电视实习记者 情中汉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者 李宗盛